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一个女,三十二男,被困荒岛 竟出现无比惨烈一幕 六年后被救,震惊众人 一起来听 在佛教中,比杀业还要严重的就是邪淫 受到的果报也是最为惨烈的 人在做,天在看 就在一个荒岛中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一个女人和三十二个男人一起被困荒岛 这些男人为了一个女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持续了六年 没想到最后的结局震惊了众人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情要从1944年说起 当时战争已经临近结束 而这个女人名叫比加和子 她跟着她的丈夫居住在安纳塔汉岛上 安纳塔汉岛在太平洋塞班岛以北约117公里的位置 长约9公里,宽约3.7公里 在安纳塔汉岛的中心是一片丛林 这并非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岛屿 而是有一些原住民的 当时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她丈夫的上司中理 她丈夫是一名农业工程师 主要工作就是监督岛上的原住民经营棕榈树叶 后来,附近的塞班岛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争 她丈夫担心妹妹的安危 于是离开了安纳塔汉岛 去接妹妹回来一起生活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比加和子的丈夫刚离开两天 安纳塔汉岛就被美军空袭了 从那之后 比加和子再没有收到过丈夫的任何消息 不仅如此 岛上的原住民也纷纷离开了这座小岛 仅留下比加和子和她丈夫的上司中理 由于日久深情 两人慢慢地生活在了一起 在这个孤悬海上的小岛上 过着快乐的二人世界 不过,他们并没有办法办理结婚手续 此时,战争还远没有结束 美军还袭击了在安纳塔汉岛附近的几艘渔船 其中有21名水手和10名军人 在这次西级中幸存了下来 并且登上了安纳塔汉岛 这31人全是年轻男性 最小的只有16岁 登岛后 他们开始四处寻找食物 就遇到了比加和子和钟离 比加和子和钟离 不仅把自己的食物分享给了这些人 还给他们治疗伤病 很快,他们就把比加和子和钟离 保存的食物吃完 不过,好在岛上的自然资源还算丰富 他们可以依靠打鱼 采野果等方式来维持 甚至还有人利用棕榈汁来制作清酒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 由于岛上只有比加和子一个女人 而剩余32个男性又都是年轻的男性 这些男性开始看比加和子的眼神 就发生异样 一场为了比加和子的纷争 似乎就要爆发 为了不发生冲突 有人提议 让钟离和比加和子完婚 这也可以杜绝其他人的想法 于是 在剩余31位男性的见证下 两人完婚 并且搬到了远离他们的地方居住 但在1946年8月份 原本的宁静被打破 他们在岛上 发现了美军战斗机B-29的残骸 并且还找到了许多生活用品 还有一些武器之类的 然后 有两个人就拿着武器 威胁比加和子 迫使他和他们两个一起生活 而他为了活下来只能屈服 没过多久 小岛上就突发了一个事件 一个和手持武器有过节的男性 从树上摔下来去世了 恰好两个手持武器的人就在附近 于是 岛上的其他人开始恐慌 他们担心这两个人也会伤害自己 尤其是钟礼 他尤其担心 这两个人为了独自占有比加和子 而害自己 于是 他提出要退出 和比加和子离婚 两个手持武器的人欣然接受 后来 这两个人为了自己能够占有比加和子 而发生了纷争 其中一个人攻击了另外一个 并夺取了武器 拥有了两个武器的他 成为了小岛上绝对的统治者 并自己独自占有比加和子 这位统治者没得以多久 就被发现消失在海里 要知道 他可是游泳健将 所以 他的死很离奇 他的武器后来落入到另外两个人的手里 这两个人重复了上面的剧情 先是相互攻击 然后拥有武器的人也出事了 这样的事情后来不断重复 在这五年中 小岛上开始不断地发生命案 武器不断地变换着主人 前后共有13个人出事 与此同时 恐怖和不安一直弥漫着整个小岛 于是 岛上的男人们开了一个会议 他们开始讨论 如何才能停止杀戮 有人就提出 只有摧毁武器 比加盒子消失 才能够让小岛恢复平静 所有人最终都认同了这个提议 并决定第二天处理比加盒子 当天晚上 就有人悄悄告诉比加盒子这件事 比加盒子在小岛中间的丛林当中躲了起来 使得男人们找不到他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谨小甚微 一直躲着不让男人们找到他 后来比加盒子发现了途经安纳塔汗岛的美国舰艇 于是他向美军寻求帮助 并最终回到了日本国内 美军还前往安纳塔汗岛 告诉他们日本已经战败 要求岛上的男人们离开 但岛上的男人们并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一年多后 由于比加盒子联系了男人们的亲属 男人们收到了亲属的信件后 终于有人接受了日本战败的消息 并且最终都回到了日本国内 回国后 他们在小岛上的罪行也最终被揭露出来 由于这件事情在当时影响很大 被媒体广泛地报道 在这些报道中 比加盒子被称作安纳塔汗岛女王 或者拥有32个面首的女人 魅惑男人的女人等不雅的外号 比加盒子因此而全国之名 甚至参演了安纳塔汗岛的舞台剧 并饰演自己 比加盒子的演艺事业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 后来他一度沦落到红灯区的工作 而那位当初去接妹妹的老公早就回到国内 也已经重新组成了家庭 后来比加盒子再婚 但幸福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丈夫就去世了 而他自己也在几年后因为脑肿瘤去世 比加盒子的人生是不幸的 小岛六年的时光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他人是回来了 但却好像一辈子都在岛上 故事到这里结束了 可是邪淫的惨略果报让人后怕 其实在人世间 银色是最容易触犯的 人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贪欲 任其增长 不顾道德 不惜做出伤天害理之事 仅仅只为了身体的愉悦感 而最后付出生命 这样做到底值得吗 有一句古话就是 万恶盈为首 我们修行佛道的四众弟子 在家居逝利借邪淫 而出家僧侣则手断邪淫 因为邪念不除 菩提难成啊 如果连自身的贪恋都无法控制 又如何修道成功呢 世间恶业无数 为何就淫欲最为第一呢 因为邪念一旦滋生 其他恶念随之而起 即使没有得逞邪淫的事实 也是妄想纷飞 心神不宁 想到勾引美色 就会绞尽脑汁 阴谋诡计 如果遇到阻碍 又会恼羞成怒 就会有着歹意 贪念情欲 会使人不顾一切 看到别人的娇气美切 极度地牙根直痒 为了夺人之爱 就会不顾礼义廉耻 抛开道德人格 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 邪淫之恶 甚至比杀生的罪过还要重 杀人无非就伤害到这一生 但邪念却能毒害几倍人 不但使你和对方的人格 品行受损 也会因为一时的循环放纵 令双方觉得无脸面对世人 特别是受害的女子 老是觉得对不起丈夫 对不起公婆 也对不起儿女 终身懊悔 痛苦度日 一旦事发 有的丈夫圣怒之下 就会处理了肩夫淫妇 有的父母觉得女儿丢了 祖宗的老脸 羞愧而亡 还有的觉得斗不过肩夫淫妇 就暗中将她的子女残害 弄得个段子绝孙 这一切是一个连锁反应 只要有了邪淫的行为 就会触发 普通人如果想要为了家庭稳定 夫妻和睦 除了正常的夫妻生活 就绝对不要有婚外情 即使夫妻姓氏也要节制 不可担着归房之乐 邪淫界包括非人淫 非时淫 非处淫等 非人就是不能与配偶以外的 其他人行淫 非处就是只能在夫妻卧室 不能在客厅 公共场所 庙宇 祠堂 道观等处行淫 非时 就是不能在妻子 怀孕期 月经期行淫 不能在佛菩萨圣诞 父母忌日 及月望月会 日时月时 雷雨交加和狂风大作的时候行淫 有些秘点特别说 农历的五月十六 是天地交态的日子 千万不能行淫 否则会在三年内横死 还有 学生如果有淫欲的思想 就不能安心读书 完成学业 今后踏入社会 谋生都成问题 找不到正当营生 最容易走外门邪道 误入歧途 军人如果贪淫欲 训练就不能刻苦认真 一旦沙场迎战 就会贪生怕死 临阵脱逃 以至于祸国殃民 当官如果沾了美色 就会不顾名声 以权谋私 贪赃枉法 最终自毁前程 锒铛入狱 最近听媒体报道 落马的贪官 95%都包养了情人 因此 想要自己的寿命 快乐都更长一些 就不能犯邪淫的行为 一旦犯了 后果不堪设想 一生都会陷入痛苦之中 无法修行 我们身为人生 本就非常难 为何还要给自己添堵呢 要想自己幸福快乐 就要控制自己的贪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